接下來我們就先做一個練習 有個不規則的形狀容器 然後右手邊被蓋住壓住了 左手邊沒有蓋住壓住 然後提供一些數字 它在這邊幾公分幾公分 然後問向下壓力多少 假向下壓 以向下壓 以的向左壓力是多少 向左壓力是多少 OK 提示你 重點 不管問向上壓 向下壓 向左壓 向右壓 公式都從一個 哪一個 P等於HD 第二個什麼叫H 深度 深度要從自由一面算下來 好 自由一面算下來 所以第一個請問你 假所受的向下壓力是多少 假受的向下壓力是多少 三五 三五 假的 向下壓力是多少 二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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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坐 謝謝 過去 這題非常簡單 不用考慮什麼事情 公式叫P等HD 假的深度多深 二十公分 一度多少 水的密度叫做一 水就二十 可以一 反正叫做二十 單位是平方公分 客重 這是簡單 下一題 你要思考一件事情 好 思考一件事情 請問你 以的向下壓是多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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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向下壓是多少 黃恩 找一位 自由聲不在 三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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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答案多少 不知道 多少 二十五 請坐 你的答案叫做二十五 我說要注意一件事 注意什麼事情 你看起來那個椅的往上只有十公分 可是十公分頂到東西的 蓋著蓋著 那個不叫做自由意面 自由意面在那個旁邊那個 還是要自由意面 所以加起來應該是幾公分呢 這裡應該是二十五公分 它要算到自由意面 然後呢 這裡應該是二十五公分 就是十加十五 所以帶進公式二十五乘以一 答案叫做 二十五 好 最後一個小題是問你 以的向左壓力是多少 向左壓是多大的 向左壓力是多少 啊 以的向左壓是多少 二六 二十六 二十六 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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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請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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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答案呢 有人會選十 因為右手邊是十 有人會選二十 因為左手邊是二十 少數的豬腦袋會寫五 好 豬腦袋會寫五 但是正確答案叫做 好 不管是向左壓向右壓向上壓向下壓公式都同一個 P等於HD H就是深度 深度就是要算到自由意面 這個自由意面就是十加上十五 十加上十五 二十五 所以答案就是 二十五 他旁邊給你標那個十公分跟二十公分是用來欺騙社會用的 那個 對於解這題而言沒有什麼用處 沒有什麼用處 所以答案就是二十五 再說一次 不管你算的是向上壓向下壓向左壓向右壓公式都同一個 P等於HD H就是算深度 這個深度要算到自由意面為止 可以嗎 可以